新冠中肺炎疫情逐渐升温 中央也宣布5月15日之后暂停预约AD自肺疫苗 但15日以前已完成预约者任何预约施打 对此,省府卫生局考量疫情进入社区传染阶段 立即韩文医院自肺疫苗自15日起同步停止接种 并以县内医事人员列为第一优先 南投县为了保护我们医事人员 专心地对抗新冠肺炎的部分 所以我们在5月17号的时候 特别把我们的疫苗做一个 AZ疫苗做一个统一的调波 只开放给我们的医事人员作为第一线施打 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 是因为我们盘点一下 在5月17号以前 我们全线的医事人的施打率只有15.1% 那经过这样的调度之后 我们在5月20几号的时候 整个施打完毕之后 我们医事人的施打率就提升了 将近20个百分点到35.6% 这个对我们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来讲 是有很大的帮助 他们可以专心 有保护力的在对抗这个疫情 本县也因停止接种 省下更多的支费疫苗 才让医事人员疫苗接种率提升许多 加上27日载货中央 薄配1800剂 整体接种率约可达6成左右 对此 先云扎则表示 随着疫情升温 疫苗对于民众 及第一线防疫人员来说 都非常需要 也请原先预言的民众能够提取防疫人员的辛苦 那我们南投县政府卫生局 考量到第一线的防护人员 这些医护人员 他们有这个防护的需要 所以将接下来我们可以获得分配到的疫苗 优先施打在医护人员身上 那我们也在前几天获得1800剂的疫苗 全部都投入在医护人员身上 可以让医护人员施打率达到6成 当然我们也希望中央可以再继续给更多的疫苗 不只是让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还有我们的警销人员 以及我们所有民众 可以尽早施打疫苗 然后避免这个感染的危险 县议员曾正也表示 本县医师人员疫苗施打率 相比各县市来说偏低 也请民众能够体谅 将疫苗又限施打在防疫人员上 另外也希望中央能够补足疫苗 保障民众的健康 AZ就是在5月15号之前 有登记 以目前来说 我们也是要很欠缺疫苗 这些疫苗要流到我们第一线工作所 第一线工作所 相对疫苗 没有很大的卸命安全 最主要在这里再次服用 我们要关键对先进国家 在国 关键要疫苗 现在把我们国人都注入 每个各地安和乐力的生活 疫情逐渐升温 现金疫苗数量对于本县来说非常不足 对此 鲜鱼扎者曾正言也呼吁中央能够重视 保障泄民的健康 鲜鲜鲜鲜南投采访报道